韓國瑜這兩天 談了很多的兩岸政策 談到了蔡總統的兩岸政策 也談到了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韓國瑜誇通蔡總統說 原來蔡總統講了這麼多 掌握了行政跟立法權 卻還插枝抹粉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台獨 又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到底要什麼 他說他想了很久 想出來了 原來蔡總統只是要全力兩個字 另外他還提到說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來拜訪他 說70年來共產黨就是要解放台灣 但是他說的兩個不要懷疑 其中的一個不要懷疑就是說 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決心 永遠沒有改變 這個差別沒有差別 根本就是一樣的 他又說了說 不要懷疑台灣人民 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 這兩個不要懷疑 現在正在碰撞 他認為他所說的 跟陳明通所講的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現在蔡政府上上下下 都在批判他的兩岸路線 他說他講政治降低 經濟拉高 是高雄需要經濟 需要發展 中央民進黨執政 如果要攔 再攔的話 這會是既愚蠢又無聊的事情 事實上這件事情最新的發展 當然是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知道韓國瑜要去大陸訪問 還特別高調的宣布說 希望韓國瑜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不能簽任何相關的協議 針對韓國瑜批評蔡總統 現在的兩岸政策是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台獨 不承認中華民國到底要什麼 總統府是非常高調的回應 總統府發言人說 兩岸事務是總統職權 你韓市長說自己煉成龜旗大法 可以上山打火 就請你回去專心示政 另外陳其邁就是暖男副院長 他說高雄市民期待韓國瑜落實政見 不是說好的 經濟100分 政治0分嗎 現在怎麼再講兩岸政策 陳志忠也跳出來說 世界上有九二共識嗎 根本沒有的東西你如何要 韓市長是鬼打牆嗎 韓國瑜談兩岸 總統府這麼高規格的回應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都在談兩岸的政策跟想法 總統府從來沒有用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高規格來回應韓國瑜 也看得出韓國瑜的分量 是不是擔心整個兩岸政策 蔡英文的路線被韓國瑜給定了掉 就是什麼都不要 只要權利 這兩天我們知道 林樹豪跑到暴龍隊去了 很多喜歡看NBA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 男生 這麼多年來很多人都想說 我打球比Michael Jordan打得更好 可是Michael Jordan不會回應你的 因為如果你的層級 沒有到他的層級的話 他根本不會回應你的 這麼多的縣市首長 包含了在台南是當市長賴清德 也講親中愛台 他可以親中嗎 這算不算兩岸 有沒有擴張他的職權 算不算總統職權 柯文哲講梁一家親 都沒有看過陸委會跟總統府 在同一天之內 又開正式記者會 告訴大家這是總統職權 不用他來告訴 其實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為職權在總統手上 所以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是我們節目也好 都不能談論兩岸的政策 跟看法還有想法 所以顯然在蔡英文心中 韓國瑜是他最害怕的人 這句話還不是韋漢講的 所以他Michael Jordan 就是在藍談來講 就顯然如果蔡英文 我們自認識Michael Jordan的話 那麼現在出現一個 La Brown或是Curry在挑戰他 他是他的對手了 他夠格當總統的對手了 韓國瑜夠格當蔡英文 擔心的對手了 有一個日本的媒體人 叫野島剛他訪問韓國瑜 我也跟大家說個背景 因為今天我們討論 這個韓國瑜的專訪 週刊的專訪 其實因為這個專訪昨天釋出 然後裡面大家看得嚇一跳 就是韓國瑜對兩岸事務 非常的有看法 而且他還說兩岸我最精確 然後還講說 蔡總統你又不要九二共事 你又不敢台獨 那你到底要什麼 你只要兩個字叫權力 總統看完以後就生氣 就要回應他 這個專訪是在1月中做的 也就是在野島剛訪問韓國瑜 那個時候韓國瑜就講了 你又不要九二共事 然後你又不敢台獨 你要做什麼 日本的媒體回去到日本之後 我等一下找到那個圖給大家看 用日文寫 蔡英文最害怕的男人韓國瑜 他們是這樣下標的 這個標不是我下的 也不是韓國瑜下的 是日本人他們在觀察了 台灣的狀況之後 他所得到的結論 蔡英文最怕的男人就是韓國瑜 所以當韓國瑜 他今天講這個東西之後 陸委會要出來講說 我跟你講 你3月要去大陸 不可以簽署協議 韓國瑜有說要簽署協議嗎 他是要去賣農漁產品 他是要幫助農漁民 會不會說也不能簽訂單 你現在告訴我 對 所以現在問題 就看後世怎麼走 如果你壓得更深 我等一下要把那個層次跟大家講 現在第一步叫做 蔡英文把韓國瑜當對手 而韓國瑜就是那個國王的新衣 說出國王根本沒穿衣服的小男孩 你蔡英文的確在兩岸上面 這兩年多以來 你沒有做到什麼 你要的就是權力 包含這次的罷工也一樣 你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當他講出事實的時候 蔡總統怒了 然後叫總統府發言人去罵他 你回去專心你的市政 然後行政院的副院長 陳欣麥也講說 你不是說政治零分嗎 現在他做了東西 人家來專訪問的問題 那他還不能回答嗎 第三個就是 連陸委會都要出來先 講到下個月的事情 你要去大陸的話 你可沒有權力做什麼事情 這些東西從專訪內容都知道 韓國瑜當然知道 但是是不是韓國瑜 連談論他對兩岸的看法都不行 就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當韓國瑜的一個專訪 我再一次強調說 他其實是1月中 在陳明通 上明下通 陳明通大致弱於韓國瑜 那一場會面 我們討論1月23號之前 特別我有去問韓國瑜 這是之前就做好的專訪 然後今天才釋出以後 你用這麼大動作跟高規格 來反罵韓國瑜的同時 也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韓國瑜現在兩岸論述 這樣講可能比較對 國民黨的政治民進不好意思 是超越現在看得出來的 四大天王的 就是韓國瑜他的兩岸政策的 民眾跟媒體的關注度 是超越 你是說論述內容 還是說論述的影響力 論述的內容跟影響力 都超越了 也就是說媒體更關心韓國瑜 如果如果Maybe有一天 他可以主管兩岸事務的話 他是什麼看法 這件事情被媒體高度關注 被蔡英文高度關注 也被民眾關注 所以他的關注度跟影響力 其實已經超越四大天王 這個局會影響到後續 是不是要韓國瑜真的 當一個國民黨最大的保險 如果真要執政的話 當然是最強的人來選 會有影響 好 簡單來說 韓國瑜今天這樣的講法 你看昨天釋出之後 他也沒有再去加碼講 蔡英文總統怎麼樣 但是顯然他是在 陳明通告來之前 他對兩岸他想了一些 對於兩岸的一些想法 而他長期以來 大家覺得說韓國瑜 他退出政壇這麼多年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他一直沒有忘情政治 所以他天天都在看政論節目 天天都在模擬說 譬如說 如果被問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要如何回答 他在高山之前 他現在又再出來 他休息之前 他也都在看評論 陳明通講得很好 如果是我 我要怎麼講 他都會在那邊模擬 都會在那邊想說 如果是我 我要怎麼講 所以韓國瑜從來沒有忘情政治 韓國瑜從來沒有 放棄論述的能力 所以對兩岸 人家一問 他就答 而且答的東西現在顯然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非常精確的告訴你 就是兩岸他要走向哪裡 此刻的韓國瑜是高雄市長 他沒有兩岸的主導權 但是他講完這句話 而蔡總統又高度的回應他的同時 反而會激起藍營的選民去想說 好 那萬一哪一天 他有兩岸的主導權的時候 台灣跟大陸會變成怎麼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命題 當然 日本媒體說 韓國瑜會是蔡英文最怕的男人 而總統府這一次 針對韓國瑜兩岸的談話 用這麼高規格的方式去回應 好像也認證了這件事情 認證了韓國瑜 可能是未來最有能力 挑戰蔡英文的人 所以這等於是 蔡英文幫韓國瑜 蓋了一個政治標章說 你是一個有分量 可以選總統的人 是這樣子嗎 這個韓國瑜 剛才偉害講得很清楚 大家點都心知肚明 韓國瑜點出了 蔡英文心中的憂慮 你既不要九二共識 也不要中華民國 你也不敢要台獨 那你到底要什麼 獨派的他把這個話講出來 獨派的絕對不會喜歡蔡英文 中間的選民講說 你不要中華民國 你又不敢談九二共識 那台灣的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這是點出了蔡英文的茫然的地方 也是他無能的地方 也是他日後最大最大的一個要害的地方 所以蔡英文會他請全黨之力 來對付一個韓國瑜 韓國瑜他只是賣了一些魚 賣了一些貨出去 對不對 他不需要簽訂單 他電話裡講賣出去 老百姓都看在眼裡 像昨天我們看到賣了60噸的這個什麼 魚賣到福建去 對不對 賣到泉州 但老百姓透過媒體的傳播 他看不到嗎 誰可以做得到 還會做得到 你蔡英文可以嗎 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這一次 總統府的發言人告訴大家說 兩岸事務是總統的職權 韓市長要專心市政 不要對於兩岸直指點點 這個跟過去蔡總統說 這個九二共識現在就是一國兩制 所以希望所有的人 各政黨都不准再講 九二共識這個四個字 是一樣的道理 兩岸是我的職權 你們大家都不准再講 陳道 你待會談兩岸 會不會收到總統府發言人 開個記者會說 兩岸是總統直選 其他人就專心做自己的事 不要來談 當然不會 因為何止我在這裡談兩岸 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向大家報告 三年來我在臉書上 寫到有關兩岸論述的文章 你們才有幾篇 64篇 而且裡頭 沒有任何一篇總統府有回應你 而且裡頭 當然有很多就是不很重要 但是我必須向大家講 我鏡頭有幾篇 還算質地有生 還可以成為一家之言的 有人甩我嗎 因為我既然不是國家領導人 也不是未來可能的國家領導人 也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 像馬英九提西書起一樣 說神老大以後講的 我都會用 我也可以變成還算有份量 我什麼都不是 寫了64篇 寫了640篇也沒有用 還是因為你沒練龜習大法 剛剛偉翰在講的時候 我也在下模擬你知道嗎 你在模擬 因為偉翰講 偉翰就是說 大家講韓國瑜在模擬 這一點我不同意 我跟你講 韓國瑜對台灣如何自處 他心裡有譜 他根本不需要有模擬 如果小情況有小變化的話 以韓國瑜的機制 你看他的回答 其實都是機制回答 都是你問我什麼 你說他要模擬 你是小看他的小聰明 這是小聰明你知道嗎 這是小聰明 你說昨天總統府的回應 你說高規格 是有點高規格 但是是抬舉了韓國瑜 因為他講了說 你管你的市政 這個兩岸的事務不跟你管 是總統管的 剛剛偉翰有講過 講過兩岸事務的有多少人 一大堆 一大堆藍的綠的都有 但是總統從來沒有回應 從來沒有回應 但是他為什麼回應了 因為韓國瑜批判他 這抓到他 你認為其他談論兩岸的人 都沒有批判蔡總統 好多 不是 那個罵到他都罵到不夠 沒有抓到痛處 這邊抓到痛處 沒有抓到 而且韓國瑜目前的聲勢 當然他不能夠等閒四肢 現在問題是韓國瑜問的 那三個問題也是重點 他說你九二共識不要 那你台獨不敢 那你到底要什麼 我覺得韓國瑜問的是不錯 因為這是代表台灣目前 很多人的心聲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 這三點沒有處理好 也是他為什麼一缺不正的 主要原因 你說為什麼不要九二共識 這個可以回答他 你不敢宣布台獨 法理台獨 為什麼 這也可以回答 還有你現在目前作為總統 代表民進黨的 民進黨政府的總統 你到底要什麼 不可以回答嗎 也可以回答 這三個問題都問得好 政府有沒有在過去的裡頭 多多少少回答了一點 有 但是沒有做系統性的 有邏輯性的 讓台灣全體人民心裡頭 就想說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講得好 回答得好的話 也許民進黨的票還會回來 所以其實韓國瑜 當然他問得並不是 全然是善意 但是你可以借力死力 你不要當場回答他 你當場回答他 或者是當面回答他 或者是一兩天就回答他 也太高抬舉了韓國瑜 你可以另外找個機會 他是早上講下午就回答他 這個太抬舉了 韓國瑜 你可以過了差不多三天 五天 一個禮拜 為什麼那個回廊論壇那個 總沒有了 取消了 那個人都沒有了 會不會因為韓國瑜 下個禮拜又恢復了 如果還有那個東西的話 他可以就那個東西 簡單就三點 最近有人提到 為什麼我們不要九二公司 最近提到 為什麼我們不敢宣布太多 都可以回答的 而且你回答得好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恐怕才陷入 這個兩岸論述的被邊緣化 你有信心他能夠回答得出來 這個問題 還回答得好嗎 那就請民進黨徵召我 我替他回答 臉書先寫一下 看他沒有不要看 這個一點都不難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真的是 總統有點desperate 他回答的問題的方法 尤其是有人罵他的時候 他回罵他的層次都不好 我們這裡頭隨便挑一個 輝文也可以 主持人你也可以 我們任何一個人回去跟他 就是替代他回應的話 我覺得內容都不會比他差 這個真的是 你問了他現在是辣台妹嗎 剪刀槍 已經剪刀槍了 不是 那個是因為習近平 故意丟了槍當他剪刀的 如果照剛才沈大佬所說的 如果韓國瑜問了這三個問題 結果蔡英文這三個問題 都回答得非常好 大家都聽得懂的話 那不就剪刀另一把槍了嗎 為什麼他不好好回答 我覺得這是他層次 還有素養的問題 還有這個不是只是蔡英文不行 我覺得民進黨的人 從高到低 每一個人從來沒有做 就這個事情 很坦誠的 很坦白的 做一個邏輯性的 合理合法的講法 民進黨從來沒有 我跟你講 你這個問題 不要說基層不會回答 你就70幾位 民進黨的國會議員 叫他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再回來 評評分的話 能夠回答得好的也沒有多少 所以民進黨真的是衝分了頭 他們覺得這條路不錯 要獨立 要獨立這條路不錯 從來沒有好好 因為情勢的演變 而做合理的修正 跟合理的邏輯的改變 我覺得韓國瑜其實要 如果你借著韓國瑜的話 好好回答一下 這個剪刀槍了 這把槍不是習大大的槍 而是韓國瑜的槍 韓國瑜就在地上 你去剪 剪了就對不對